王大蕾本场首发出场 下半场被日本队连进两球 尤其是第二球被日本球员中场调射 他应该负主要责任吗 每次遇到门江的问题 往往各有说法 首先 我一定尊重各方意见 大家自由表达 尊重每一个声音 赛后王大蕾肯定会受到不少批评 尤其是这个球 但这球 个人觉得 真不能完全让大蕾被锅 而且更要紧的是 这个丢球是很好的分析材料 如果支局现在对门江对错的争论 实在是有些可惜 而且防守 从来就不是门江一个人的事情进球发生之前 是中国队的左边路任意球的防守 投球点出之后 被盗勾解围出来 当时面对任意球防守 中国队阵形如下 第一次弄回答 实在不太会用 智能手机拍摄电视画面 我之前已经看到了